作词 李宗盛 命人之凶 乐人之善 寄人之急 救人之危 凶在危急 在今天可以说 到达了极处 人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人 也不是恶人亲人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四句话 几乎是指地球上 整个人类遭遇到大灾难 灵敏 不是只有一个灵敏的心 那有什么用处 黎明是要拿出行动来 这个行动 是从内心里面 彻底的忏悔 宗教里面所讲的悔改 那才是真正的 生起灵敏心 全世界的大灾难 怎么形成 我们在讲经之中 讲过很多次 首先你要认识 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 这个太阳系 这个银河系 是我们的一报 一报随着正报传 佛在大臣经里面 讲的太多了 你要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你就晓得 全世界的灾难 太阳系的灾难 银河系的灾难 根源从哪里来的 我自己行的不善了 因为这是我的一报 一报是非正报转 众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一定要受这个灾难 要受果报 他的认识错误 以为这个事情与我不相干 这些人做错了 我们也做错 这个观念错误了 一切人 是我们自己的人事环境 一切物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物质环境 今天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都不好 追究其根本的原因 我们自己存心不好 我们自己做人没做好 所以我们一报环境如此的恶劣 这个是消灾灭难 根本关键之所在 所以自己要认清楚 自己要知道回头 也往其心动力 无不是为自己 自私自利 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居民 搞成这个样子 心量太小了 这佛家常讲 佛不度无缘之人 什么是有缘人 他肯听 他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 能够依教奉行 这是有缘人 所以我们自己 到各个地方 去弘法 首先 我们要懂得观机 观机里面最重要的 是常驻大众 常驻大众 如果缺席 不喜欢听 是外面信徒 还不少 这地方不能去 这给信徒们借语 常驻没有意思却佛 常驻还搞自私自利 常驻的是 还搞明文力 没有把佛法当贼 这怎么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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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佛 头一个 恢复自信心 克服自己的烦恼 稀奇 决定得到祝福 福报不够 自由 龙天善神 保佑你 加持你 绝不求人 世间再大佛报的人 不可以开口 向他要一分钱 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向佛求 向佛求 正理 正罚了 这张家大司当年 教教的 我们的心 永远清净 永远是自在的 佛教人 断卧修善 破灭开悟 断翻成神 我们所学 就学这三段事情 缘居足 我们对于这一切 苦难众生 都做一点事情 缘不居足 少做一点事情 没有缘 不做吧 哪里可以强求呢 由于丝毫 强求的心 你就不自在了 换一句话说 你就没有智慧了 我们今天求 为一切苦难众生求 绝不是为自己求 为自己求 造业 为一切众生求 这是福德 这是功德 学佛学的这么多年 您这一点道理还不懂吗 所以我们今天 怎样救苦就难 那就是真正回头 把自己从前 熟造的一切窝 一定要断 要断得干净 还没有修的一切善 从今天起 努力去奉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